现在的侯友宜的局是什么呢 过去他民调高的时候 哇 这些小鸡都触涌他 都自动靠过来 这个许小鑫我记得很清楚啊 侯友宜提名的时候 许小鑫第一个冲出来说 哦 他就是最强母鸡 结果呢 过了一个月 民调崩叠变侯老三 每天吃老三便当的时候 这些小鸡怕输嘛 就是金普聪讲的怕输 即使自己已经在输室选序 还怕输哦 现在怎么样 小鸡包围母鸡 小鸡要来啃食母鸡嘛 这个我在五月份的时候 我就公开讲了 国民党的这些战斗小鸡 会变突鹰小鸡 开始啃食侯友宜 可是侯友宜有什么办法 民调变侯老三底气不足啊 所以金普聪是侯友宜 好不容易为他自己找到一个 叫带刀侍卫啦 因为你说金普聪讲的这些话 侯友宜真的不方便自己讲 对不对 侯友宜怎么能够自己出来说 我在好好宣企好好做事情 你们那些一直在那边给我唱 所以说政党轮廷才是最大目标 让我的选民都要集中选票给柯文哲了 侯友宜不能这样讲 母鸡不能反去啄小鸡 虽然小鸡一直啄他 对不对 小鸡很不讲义气耶 金小刀这个带刀侍卫他出来了 其实是要帮侯友宜把插在他背上的刀先拔掉 因为侯友宜被这些小鸡背后捅刀的时候 这些小鸡还会一直把那个刀转来转去 有没有帮他放血 补充自己的 因为你看 我真的太痛了啦 现在的状况就是侯友宜是客观的侯老三 所以国民党蓝军这些小鸡你每讲一次政党轮替大联盟 你每喊一次说选民会自动弃保 蓝军的票就越往柯文哲那边移动 就在施行 这个就是最客观的 只要稍微政治智商有70以上的人都懂这个道理 所以现在这些小鸡在装清纯 这个我只是想要政党轮替 可是他们绝口不提一件事情 你讲的你提倡这个大联盟 请问队长是谁 队长是谁 这才是指标啊 罗志强 徐晓星 这些是在国民党里面养大长成的这些战斗篮 他现在到底有没有说出来说 所谓的大联盟不管叫什么名字 总队长他们只唯一支持侯友宜 有没有讲 没讲嘛 没讲嘛 每个个个都在跟柯文哲搞暧昧 又巧遇又同框又什么的 徐晓星讲说如果柯文哲 如果郭台铭宣布选总统 他立刻离开 可是柯文哲老早都宣布选总统 徐晓星初选的时候 还是凑到柯文哲旁边拍照啊 这就是这些蓝军的 现实小鸡的情况嘛 那所以你说包括蔡振元啊 张显耀啊 邱毅啊 这些在讲 我讲真的啦 他们都不是把侯友宜的选情放第一嘛 金普聪之所以会讲这些 是因为金普聪 他很认真在帮侯友宜当他执行长 是 他必须帮侯友宜处理这些 即将蠢蠢欲动了 去要认鸭做母了 认柯文哲当母鸡的 这些小鸡 他如果不处理起来会怎样 这些小鸡声势越高 声量越大的时候 蓝军的票反而被吹到柯文哲那边去 那侯友宜现在老三 那再下去的话 那不是郭台铭出来万一变第四名怎么办了 国民党就没了 所以金普聪在那个专访 其实我有看 他再三强调说 国民党的重要性 金普聪是他真心为国民党嘛 那剩下这几个说 那这个谁票比较多就投给谁 选民会自动选择 自动去弃保 从头到尾讲不出来说 他们是唯一支持侯友宜 他们认为侯友宜比柯文的适合当总统 那这不就是司马昭自信路人皆知吗 所以侯友宜他的两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 他的这个朱立伦 什么时候会喊出 国民党重返执政才是国民党的目标 政党轮替他不会为人作嫁 朱立伦会不会讲这句话 第二个指标 罗志强 徐晓鑫这两个人 什么时候讲得出唯一支持侯友宜 如果说 这两个指标都没有出现了 侯友宜不是定于一尊 他是定于老三 这个就是政治的现实 富贵 有关 小型 小型 小型